它是世界上最特殊的一款战机 没有装载任何武器却能杀人 对它而言速度就是最好的武器 它就是来自苏联的脑洞之作 音爆战机M25 那么这款战机真的是能用音爆杀伤敌人吗 除了这款战机外呢 还有其他的声音武器吗 咱们接着往下看 在1978年冬季 一架米格21S渔窝战斗机 飞过利巴克附近的农田 在发动机加力的带动下 战机迅速进入到超音速飞行状态 突破音障产生的音爆在地面回响 大块大块的土壤和干草被吹到空中 散落一地 注意到这个现象的苏联科学家 斯塔拉明斯基脑海中 涌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音波能否成为战机的武器呢 他认为 战斗机在低空超音速飞行时产生的音波 可以对地面的士兵或者装甲部队产生致命打击 在战场上或许能够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不久后苏联决定启动主题25专用音速攻击机项目 而该项目的战机正是米格21 在了解这个之前呢 大兵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音爆 简单来说就是当飞机行进通过空气所产生的声波 如果飞机的行进速度比声音的速度慢 则声波可以在飞机前方传播 如果飞机突破了声障 并且比音速更快的速度飞行 则飞机飞跃时会产生音爆 音爆就是飞机在空中飞行时 会在飞机前面和后面产生一系列压力波 类似于船上产生的船首海浪和船尾海浪 而这些波呢以声音的速度传播 并且随着对象速度的增加 这些波被迫聚集或者压缩 最终合并成为一个冲击波 而该冲击波以声速传播 该临界速度被称为马赫数1 大家都知道声音是通过水 固体空气之类作为传播介质的 而人类可以感知的声音频率呢 为20赫兹到2万赫兹 音爆的范围呢 就集中在0.1到100赫兹的频率范围 大大低于亚音速飞机的频率范围 音爆的持续时间很短 通常是不到一秒 但是也有例外 例如 对于大多数战斗机而言是100毫秒 对于航天飞机或协和飞机而言 则是500毫秒 此外 音爆的强度往往取决于飞机的物理特性 以及其运行方式 通常情况下飞机的高度越大 地面上的过压越小 任何高度的声速都会因为温度的降低 或者升高导致声速相应的降低或者升高 一架低空飞行的超音速战机 所产生的音爆 其能量可以轻松震碎门窗玻璃 美国航天局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将一架协和客机以两倍音速 分别飞行在16000米和1万米的高空中 测试它对地面所产生的压强 最终结果显示 协和客机在16000米的高空超音速飞行 所产生的音爆对地面产生的压强达到100% 相当于给一块一平方米左右的玻璃 施加了10公斤的力 而当协和客机在1万米的高空时 所产生的音爆对地面的压强高达300多% 由此可见音爆的强弱 与飞机的飞行高度有着直接关系 对于这种实验当时的苏联也曾经做过 研究人员发现 米格21产生的音爆最大压力 可以达到0.05KGF每平方厘米 足以击碎车窗玻璃 很适合在该机的基础上 研发新型的音爆战机 该机是米高阳设计局 在20世纪50年代设计的 单座单发轻型超音速第二代战斗机 它在越南成名 由于其试用性极广泛 在后来也受到不少国家的追捧 但是在试飞过一段时间后 斯塔拉明斯基就发现 该机的流线型设计和后掠翼 并不适合这个音爆攻击机的项目 它空气动力学设计的机身 意味着阻力更小 产生的音爆也更少 因此改装米格21的计划 也被提上日程 在斯塔拉明斯基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改装米格21的机身后 其音爆产生的冲击波 可以提高5到6倍 力量强大到足以摧毁建筑 对人造成巨大伤害 但是驾驶这个庞然大物 需要巨大的推力 还没有解决 除此之外呢 飞机的结构也需要足够坚固 否则飞机会随着音爆的到来 而解体 强大的发动机和足够坚固的机身 就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环节 到了1960年 赫鲁晓夫上台 出于对导弹的疯狂迷恋 赫鲁晓夫解散了 米亚斯切夫设计局 该局局长 米西切夫也被降职为 苏联中央空气动力学研究所所长 无法再设计飞机的米西切夫 在偶然间呢 得知了斯塔拉明斯基 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 两人便一拍即合 他们都渴望创造从未有过的壮举 并且讨论音爆攻击机的概念 实现方法 难点和困境 M25音爆攻击机 它是唯一一种被设计在 开阔战场上 使用音爆攻击对手的飞机 米西切夫认为 音爆攻击机应该是扁平的长方形 有尖尖的机头和驾驶舱 飞机准备行动时 机腹还能伸出一个凸起 可以增加飞机60%的阻力 攻击机重约110吨 机身长39米 翼展25米 机翼方案包括三角翼和常规翼 发动机的布局 也分为机身内侧 翼挂式等 而不幸的是 M25音爆攻击机的原型机 从未被制造出来 它的难点实在是太多了 其中主要难点就是在发动机 在飞机设计师看来 M25的速度需要达到1.4马赫 而该局当时拥有的最强发动机 是AL21F 就算再努力 它的速度也不可能超过1.15马赫 因此有人建议在M25后面安装火箭发动机 但是推进器的加入会增加飞机重量 并且提升飞机热量 这对于飞机本身的材质而言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最终被否决了 再加上该机的环境局限性 使得它只能够在开阔的平原地带作战 一旦到了山区或者林地环境 进行低空超音速作战的话 无疑就是自寻死路 最终该机的研发在1972年被叫停了 而关于音爆战机的想法 却被其他各国得知 许多专家为了验证声音杀人的可行性 都纷纷对其进行了测试 我们所说的声音就是指频率在20到2万赫兹的声波 这些都是我们人类能够听见的 这些声波的范围很广 而所谓声波指的是声音震动发出的机械波 而提到声波就不能不提赫兹和分贝 它们都是声音的重要参数 前者代表声音的频率 后者代表声音的强度 根据科学研究 人的听力范围为20赫兹到2万赫兹 而在这个听力范围内 分贝越高强度越大 人耳受到的损伤越严重 数据显示 当人耳听到120分贝的声音时 听力系统就会受伤 出现耳鸣听力下降等现象 分贝到150就会导致骨膜破裂 耳朵出血 听力完全消失 当声音强度来到240分贝时 就会出现武侠小说中的奇幻场景 大脑瞬间爆炸 而之所以声音能够有如此犀利的功能 就是因为次声波的存在 次声波的频率在0.0001到20赫兹 远远低于人类的听力范围 人们根本听不到 而听不到的这个声波频率 则刚好和人体内脏固有频率相近 如果内脏频段为4到6赫兹 头部为8到12赫兹 因此两者频率一致时 就会产生共振 造成内脏破损 致人死亡 因此次声波杀人 实质上就是共振导致的 有人为了探寻人体 究竟能承受多强的次声波 就利用动物做了一组实验 当发现次声波的强度 在172分贝时呢 动物们明显出现了 呼吸困难症状 当声音强度到185到190分贝时 动物们在短时间内全部死去 实验证明 次声波的声音强度在140分贝时 即便是作用时间较短 也会迅速引起 人体内脏器官的形变 比如肺部损伤 骨关节破裂 当强度再次上升 就会导致死亡 而关于声波杀人的事情呢 早在1948年就有了 当时一艘满载货物的货船 在经过马六甲海峡时 倒霉地遇上了风暴 飓风咆哮着将这艘船任意拉拽 但是货船硬是没有翻船 救援人员到达后呢 都在感慨 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但这个奇迹有些诡异 原来当救援人员上船后呢 发现船上的所有人员 全部都离奇死亡了 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死亡事件 吸引了无数的科学家 经他们研究发现 命案的凶手 正是风暴引起的刺声波 在二战结束之后呢 因为致命武器造成的破坏 让各国都认识到战争的可怕 为了减少流血 也为了减少敌人致命武器的使用 各国都开始研究 更加致命的武器 虽然这句话听起来不太合理 但是各国也确实都是这么干的 其中声波武器 具有隐蔽性和杀伤力强 是理想的战争武器 于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许多发达国家都争相研发了声波武器 1972年 法国科学家弗拉基密尔·加夫雷奥 制造出一台次声波武器 在理论上 能够让方圆五公里内的人员受到伤害 随后 法国又制造出第二代武器 次声枪 它能发出160分贝的高强度声波 使人体器官瞬间破裂或者形变 而声波这款武器呢 也逐渐被大众所熟知 不过在研究过程中 法国科学家却发现 虽然次声波武器的优势很大 比如隐蔽性好 传播速度快 传透力强 作用距离远等等 但它却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那就是不分敌我 这种天地同寿的武器 我想应该没有几个士兵愿意去使用 所以很快 法国就改变了研究的方向 进行了机器人和次声波武器的综合研发 到了2001年 加富雷奥实验室的次声波智能战士面世了 次声波智能战士 是一款携带次声波武器的军用机器人 它的威力非常大 只要有需要 就可以在瞬间消灭方圆十公里的所有敌人 不管是在坦克中或者是战舰中 如此恐怖的武器 让整个世界都感到震惊 到了2006年 加富雷奥实验室又再次传出好消息 它发明了可以摧毁敌方鱼雷的定向脉冲声波武器 这种武器是安装在剑身吃水线以下的声波武器 可以在瞬间发射出高能脉冲声波 它可以摧毁或者提前引爆被锁定的鱼雷 并且这种武器还可以改变声波的发射方向 使得舰艇具备全方位拦截来袭鱼雷的能力 而自从加富雷奥研发出次声波武器之后 各个国家都开始效仿 比如美国对声波武器的运用 甚至后来居上 到了2000年 美国伍迪诺里斯就发明出了 可以让攻击者停下来的非致命武器 超声波子弹 我们之前说过 超声波武器是敌我不分的 声波会向所有方向发射 但是这个缺陷 却被伍迪诺里斯研发的超声波子弹 给完美解决了 诺里斯使用的是窄带超声波发射技术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会再误伤自己人 新技术使超声波具有方向 强度高达145分倍 是人类承受极限的50倍 除了外表具有运动型的城市伪装外 这种设备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立体声喇叭 如同制造商所演示的那样 声波子弹 能轻而易举地让攻击者丧失行动能力 除此之外 声音武器还分为声音炸弹 声音导弹等等 其中声音炸弹武器由飞机运载 在到达目标上空时 空头下去 离地面1500米的高度打开降落伞 在定时装置启动后 声音开始释放 顾名思义 这种炸弹并不会发生爆炸 它的弹体很轻 能在空中漂浮很长时间 而这也代表它很容易被敌方发现 并且拦截 而为了解决这款武器的痛点 声音导弹就应运而生了 这款武器是运用现代导弹技术把制造声音的装备发射到目标区域上空 它的隐蔽性要比声音炸弹高出许多 并且在制导技术的帮助下 其打击精度也很高 但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其高昂的发射成本 最了解发射这样一枚的声音导弹需要近200多万美元 这时候或许就有人想问了 既然声波武器这么强大 那么为什么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很少有国家使用这种武器上战场呢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效果太差 声波能传播的很远这不假 但传播的远 换来的就是 它将能量带给物体的效率很低 这个道理应该很好理解 就是射程越远伤害越低 当然了 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为了干扰对方的定向声波频率 那次声波肯定是非致命声波武器的首选 可如果你的目的是杀死敌人 相比之下 次声波武器还不如直接用一个锤子 去打死目标的效率高呢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于声波武器都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defense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